庙口1936年游彩画布20号 台湾庙宇非常多 每乡镇村落都供奉神明保佑地方平安 最多的庙是城隍庙和妈祖庙 城隍庙供奉当地早年的县太爷 妈祖庙则是祭祀林末良 自古供奉妈祖庙最多也最兴盛 所以很多人都推测这幅作品是画妈祖庙 适合处的妈祖庙则众说不一 一画面右侧的纪念碑判断 既然有立碑说明建庙历史 必定是古庙 话题是庙口 所以画家把下半面的庙庭和庙门画得很亮 屋顶和天空则明显较暗 把视觉焦点集中在庙前 庙庭广场单调表示庙庭很宽阔 平常日可以晒到古 节日可以聚会演戏 或许当时是平常日 大家忙着工作 乡客也不多 所点画人物只有四组 左侧一位妈妈手抱婴儿 后面跟着一个小孩 龙柱旁一位母亲手抱婴儿 庙内厅有一老妇 龙柱右侧有一对夫妇 画家把人物刻画得很温馨 老幼最需要诸神保佑 所以劝人到庙里参拜求平安 这幅画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特别强调门前的龙柱 用淡青色表现和红色调对比特别明显 背后还有两座石狮 屋脊梁上也有多条飞龙和麒麟 屋檐的瓦头也用绿色瓷器装饰 另一特点是右侧的门神 是大红色的女神像 不像一般庙门神是武将 庙门的古式镂空窗户 也显示它是古老的建筑 此幅极可能是台南市国定古迹 大天后宫 附近古迹林立 赤坎楼 4.5庙 都是游客必到景点 这里也是府城小吃最集中的地方 杜小月淡仔面 最是有名 一封冬花茶清凉解口 附近国华街三段 则有碗粿肉掌 小卷米粉等传统小吃 明泉路二段的吴园 有园林之美 转个弯就是邯郸咖啡 老建筑赋予新生命